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9月7日 我最近經常聽到這個聲音 國家安全還如山 國家安全、國家利益 這是有凌駕性的 但是問題是 國家安全的定義如何呢? 歷史上 以及就算在現代社會 不同的國家都有不同的理解 譬如說歐洲 歐洲人為什麼理解國家安全呢? 就認為人民安全就是國家安全 所以人民安全、言論自由、天賦人權 學術自由、宗教自由 這些就是國家安全的基石 如果政府侵害了人民的言論自由、學術自由 這個政府就應該要下台 這個政府就應該要倒台 所以好像在一些歐洲國家 譬如說瑞士為例 瑞士是有最多公投的國家 大事不決就不是問周瑜 大事不決就是問公投 當然我已經一早指出了 譬如說英國的公投有缺陷性 英國的公投就太輕易通過了 在脫歐的時候 至少我認為公投要有投票人數門檻 即是所謂雙重過半 首先投票的人數要過半 選民要過半 然後選民投票贊成也要過半 有雙重投票 中間有冷靜期 可能有兩輪投票 這麼重要的是不是脫歐 蘇格蘭是不是獨立 不可以這麼疑惜投票 一定要考慮到人的心理狀態變化等等 但是這些國家安全 就是所謂現代社會普世價值 但是即使說普世價值 有些國家不同意 有些國家認為國家安全就是最高領袖的安全 甚至乎有些國家認為國家安全就是政黨的安全 如果你主張政黨要下台 那就要抓人通艇 抄家殺頭 如果你主張政黨做得不好 領導人做得不好 就要執包袱 你也是危害國家安全 在古代也是如此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封建皇朝 封建皇朝 當然以最高統治集團 就是一家性 一家性也不夠 其實最高統治者就是皇帝 或者當權 那些權相 那些太監 外戚 那些就叫做國家安全 維護他們的利益就等於維護國家安全 但問題是他們經常會倒台 所以執行國家安全的國安機構 那些人通常都死於非命 那我就做一個統計 我今天做一個統計 明代有一半以上的國安機構的首領 都是死於非命的 你可以這樣理解它就是 這個職業是很高風險的 因為它是權力鬥爭的一個工具 權力鬥爭的工具當然很容易被人倒台的時候清算 第二就是可以違心主義去看 做得這些陰則多會有報應 為什麼做國家安全就是做陰則呢? 因為你是維護一些少數的統治集團的利益 你不是維護人民的利益 譬如說你其他的司法部門不同 其他司法部門 你那些殺人者死 強姦者罰 或者偷竊者罰 這個是損害到別人的利益 你就要罰 這是公平的 但是所謂國家安全 其實那些是執政集團的利益 而執政集團的利益 就是昌江子女出政權 他是經常換人的 或者是形勢經常會倒轉的 皇帝年輕人喜歡這樣 後來又不喜歡這樣 又會倒轉的 而皇帝又經常會換人的 所以那些國安機構的首領 很多時候死於非命 明代可以是歷史上最嚴重的 就是國家安全最嚴密的一個朝代 所以在明朝亡了之後 有些知識分子就總結了 他說明非亡於樓扣 而亡於廠衛 所謂廠衛就是國安機構 就是國安國保 廠就是東廠西廠和內廠 所謂三廠衛就是錦衣衛 三廠一衛 今天集中講錦衣衛 為什麼呢? 最近有人平反 因為中國大陸 你知道1949年以後 那些歷史學研究 就是政治的風向 政治向東他們歷史研究就向東 政治向西就向西 現在又重提國安國保的社會地位 在改革開放的時期 那幾十年坦白說 國安國保都是靠邊站的 因為改革開放的盡量 就是讓別人有些自由 你不要完完全全觸及到 統治階級的利益就可以了 一般人私下可以有很多議論 譬如說我90年代回去 我們私下和親友都聊一下 現在大陸貪污腐敗很嚴重 但是現在不敢 現在國安國保權力大到不得了 有網警 你沒有私下議論而已 在的士道議論 的士滴滴出行都在錄你的音 沒有私下議論的可能 現在你在微信那些又說 有株連狗族的 又會影響到你國內的家人 你在海外 你以為用WeChat就行嗎? 他認為會影響你家人 你在海外用YouTube就行嗎? 你家人會塗水錶 所以國安國保就是這樣 在明代的國安國保 我研究了錦衣衛 錦衣衛我發覺原來有超過五成以上的首領 錦衣衛指揮市 死於非命 其實五成以上是死於非命 有一些就是走路 連著走路 連著流亡 連著倒台 就超過六成 善中其實只是很少數而已 我做了研究 但是為什麼要做這個研究呢? 因為我最近看了一篇很奇葩的文章 這篇非常奇葩的文章 是來自中國人民公安大學 北京人一個教授 這個叫侯二厄 這個教授寫了一篇文章 就叫做錦衣衛偵查行為 及其對現代偵查制度的意義 自清朝以來都認為錦衣衛是邪惡機構 是為了國家安全 為了皇帝的利益 是打壓了很多知識分子 使得明朝的知識分子無從反對 無從反對的皇帝做那些荒唐的事情 比如說出征 就是皇帝禦駕親征 皇帝禦鑽雜稅 皇帝任用橫觀 結果讀書人上訴的 就被錦衣偉抓了 民國以後大家認為對錦衣衛 這些所謂特務機構 國安機構 心痛互絕 但是現在中國在習近平新時代 國安國保的地位又重新提升 甚至乎在香港也有國安機構 所以現在有些教授 有些讀書人 就是試圖幫他平反 幫歷史上惡名超將錦衣衛平反 他就說錦衣衛的偵查行為 就是很多非法的偵查 酷刑 拘捕人 用威脅家屬 用很多這些很惡劣的手法去做事 但是他是受到當時的政治經濟環境弱制 不可避免有時代的落孕 和現代的偵查人權的保護理念是相撥的 但是錦衣衛在我國偵查同樣有 值得肯定的歷史貢獻 就是他實施秘密偵查的組織 哇 秘密偵查才可以突破到 秘密偵查才可以突破到反國安人士危害 國安人士那種耳目 這是非常厲害的 甚至比英國蘇格蘭牆 1829年建立的蘇格蘭牆 以及1778年的法國騎警 相比中國錦衣衛是領先世界的 與此同時錦衣衛在實施偵查的過程中 是有很大的運用空間 深化了傳統秘密偵查的理論和思想 是中國古代刑法的重要構成部分 就是秘密審訊秘密偵查 竟然是領先世界的 比英國比法國更厲害 而且還值得現代去參考 就是他平反了這個 名不亡於流寇而亡於闖慧的想法 認為他是有學習之處的 在現代社會也有學習之處 這篇文章一出現之後 在大陸的歷史學界 就被人嘲笑到不得了 就說現在幫錦衣衛平反 就是不難想像有一天會幫幻冠 閹人平反 可以論閹人的現代貢獻和意義啟示 所以這些文章都是非常荒謬 但是有市場 因為你寫這些文章 申請一些所謂的重大基金項目 容易做的 因為你有時代意義 就是透過研究古代的秘密偵查 特務制度 國安機構 看看現代社會的國安機構有什麼可以參考 所以這些是容易申請 所謂國家商重大項目 或者那些教育部人民 社科基金 就很容易申請 所以現在社會又逆轉了 以前幾十年前大陸申請的項目研究 通常是說說以前古代的官督商辦 那些弊端 因為那時候是說改革開放 去國有化 以前說說嚴鐵 我做過嚴鐵論 十幾年前 說說嚴鐵論 嚴鐵專賣制度 對資本主義 對中國古代商業環境的壓抑 我就是講這些話 現在不行了 現在申請就要論官督商辦的優越性 或者是論古代國營企業 國營經濟的現代參考價值 這就是容易申請到項目和基金 所以是以世易 這個就叫做 明代的錦衣衛 為什麼這麼惡名超章 就因為他就是為了鞏固最高統治者的利益 無所不用其極 風擺向邊 他們就吹向邊 紅武皇帝朱元璋 就是以反貪文明 但是一開始反貪 當他反貪權力越來越大的時候 錦衣衛的編制越來越大 他就利用錦衣衛去打壓那些開國元老 開國功臣 或者是威脅到他的人 胡惟庸 藍玉 動輒是數萬人下獄而死的 就是利用錦衣衛去做這些事 但是你以為錦衣衛忠於皇帝就可以嗎? 忠於最高統治者就可以嗎? 他說最高統治者會轉人的 一轉人的時候就清算回以前的錦衣衛 清算回以前的國安機構 譬如說明成祖 明成祖透過兵變 而奪得大衛 他就透過錦衣衛去清算 效忠他的侄子 效忠他的侄子 那些錦衣衛 就清算回 互相清算 所以我做了一個調查 中明一代錦衣衛的最高領袖 有25人指揮士 只有10人善忠 有12人不得善忠 有2人要流亡收場 所以由此可見25人裡面 有14人是坎坷的 你看看那個 善忠比例只有40% 有60%就是坎坷 要不就死於非命 要不就要狼當入獄 或者離去收場 大家想一想 做國安國保機構的時候 往往有這樣的事情 當然他們在位期間 殘害中糧 打壓異己 他們那時候是風光得意的 但是歷史就是往往有一個挑戰和回應的 你今天凡事太盡 翌日緣分勢必早盡 好像習近平總書記所說 你今天別看你今天鬧得快 明天需要拉清單 所以錦衣衛就厲害了 錦衣衛有這麼多人是浪當入獄 但是有一個很有趣的 有一個就是最後一個錦衣衛 明代崇禎 不算南明那些 明代崇禎皇帝最後一任的錦衣衛 就叫做洛陽勝 這個他雖然病死於民間 理論上是善終的 但是為什麼他會善終呢? 因為他本身是崇禎皇帝的打手 崇禎皇帝一朝做了很多事情 比如說打擊魏宗賢 清算閹黨 本來理論上是德政 但是後來袁崇煥 或者其他東林黨那些人 那些手下或者同情他們的人 很多都是被錦衣衛抓了 所以其實也是殺陸無數的 但是這個劉寇李智誠 入京之後他投降了 他是率領錦衣衛投降了 但是後來清兵入關他又再投降 所以他最後降了清 在清朝還加官盡著 做了太子太保 所以這個是厲害 但是他雖然是善終 但是因為他願意背棄自己的國家 背棄自己的最高領袖 所以才善終 誰來到他就支持誰 就像汪精衛一樣 是不是? 誰來到他就支持誰 或者好像香港一樣 有個家族做銀行的 就是入英國人統治的時候 他就做高級華人 日本人來的時候 他也是做日本合作的盟友 好了 後來回歸前 又繼續做香港華人領袖 回歸後 又做了愛國分子 甚至乎還做官 有些家族成員 那個真的厲害 風擺向哪裏就吹向哪裏 所以這個樂養性就如此 所以做國安國保的人 如果想善終都應該要謹慎認真一下 考慮好像樂養性一樣 風吹哪裏 他就擺向哪裏 所謂最高領袖的安全 隨著領袖的轉移 誰做 他就效忠誰 很簡單而已 他就可以得以善眾 否則就是幫上一個皇帝做 下一個皇帝上台就會清算他 又或者皇帝之前是還用太監 後來他還用另外一個太監 太監就可以去清算你 這個就是這樣的 剛才說到有錦衣衛的首領指揮士 死於非命大部分被處死 被朱元璋處死 被其他皇帝處死也有 有一些死於戰場上 因為錦衣衛本來是忠於上一個君主 後來兵變的時候 當然會首先將他擊殺 其中一個很出名的叫宋宗 名字也是難搞的 叫宋宗 就是死於靜蘭之變 靜蘭之變就是禍起燒場 結果就是這樣死 有一個叫紀剛 他不單是被處死 是凌遲處死的 這個真的慘了 還有一個叫江崩 也是被凌遲處死的 還有一個叫前陵 就是抄家處死的 殺也不算了 還要殺了他的家人 另一個叫盧宗 也是凌遲處死 所以你看到那些錦衣衛被處死 不單只是這樣 還叫凌遲處死 全身將好像撇皮鴨一樣撇出來 有一個叫盧宗 就是名字有個宗字的 很容易會被處死 也是凌遲處死 馬遜 在朝廷上被活活打死 王仁瑜那本萬曆十五年 其實也有記載的 明朝很流行在朝廷上亂棍打死官員 其實說重打八十 但是老人家 其實不要說老人家 三四十歲以上 打八十多數都受不了 打二三十 屁股都會開花 然後很多時候就會細菌感染 重病 如果打八十 就活活將屁股打爛了 這些都很恐怖 還有姓田有一個田耳間 田耳間也是被閹黨被宦官清算 所以好像剛才所說 洛陽勝崇禎皇帝的錦衣衛 他竟然帶了十五萬錦衣衛投降清兵 後來他官拜天津總督 太子太保 太子太保天津總督 雖然錦衣衛被裁切了 但是他的官職還保留 他是善中的 而且似乎是錦衣衛中最好的下場 就是表面上是國家安全 實際上是自己安全 就是投降 好嗎? 歷史就是如此 所以我們鑑鼓不妨資金 今天講講錦衣衛 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喜歡 like、subscribe、share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